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们1979年第一次国内开放以后 我们一起回国去 那次感受很深 国内人都工作非常辛苦 非常勤劳 但是生活这么艰苦 我们就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过了这么苦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想说 我们想在海外 我们希望能够做点事 为了促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 协助中国的现代化 1980年 ESS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应运而生 我们相信 教育和科学 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 是个人获得有益的生活的途径 1988年 ESS开展认助中国 中国乡村教育项目系列的工作 希望能为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鼓励他们发奋向上改变自己的命运 基础教育中 读和写是基本技能 认助中国乡村教育计划 就是从提供图书开始 ESS已经为5000多个贫困地区的乡镇学校建立了图书史 尤其是让我记忆最时刻的是 到ACS的图书到我们学校的时候 发发的那天 学区的领导 还有我们的校长都去了 孩子们到了 非常的激动 孩子们拿到书 就站在书前面 就不走开了 一下午就不走开了 没有图书 只是中国农村教育资源短缺的一个方面 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还在较大范围内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有一支勤奋工作的教师队伍 就像学生缺乏必要的教育资源那样 老师们也缺乏培训和提高业务的机会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从1993年起 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培训教师的计划 一个好的学校 有一个校长好 全个学校就好起来了 有一个好的老师 那全班的学生都被他带走 ESS每年以一至三个省市的教育机构 联合举办海内外基础教学研讨会 会上来自海内外的杰出教师和学生 与参加的学员一起进行教学理念和经验的研讨和交流 这样的会议已举办了49次 接受培训的学员超过3万人 像我在那个农村小学很少到外面来 那些海外的华人还有海外的专家 他们的讲座对我的启发都是非常非常大 是我开口的眼见 然而能上学读书 哪怕是在破旧的校舍读书 对一些孩子也只是梦想 有些小孩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 一方面是家里住很穷 父母亲没有能力顺孩子上学 有的时候学校太远 那么学生要住在学校里头 他也没有家里也没有这个能力 让他住在学校里头练书 这个孩子不上学他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那个住学金是从1997年开始做 在当时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帮助这个穷困的农村学生 完成他们的义务教育 随着国家对小学和初中 大幅的增加了投入 ESS的住学金逐渐以高中和大学的 贫困学生为主要辅助对象 同时兼顾弱势社群 包括残障儿童和留守儿童 我们已提供了2万多人次的住学金 在每一份住学金的后边 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给我说我要得到就是 因为美国的华侨们 给我进来的520元 到时候我就后面又说 这是真的吗 这不会是交线笔吧 或者说是 如果有520元 我就不会为我的 上不去学而担心了 我就可以安心地学习 为了帮助偏远地区的师生和村民 通过电脑和互联网与外面世界联通 分享公共信息资源 ESS在2007年启动了 乡村多媒体信息中心项目 现在已为宁夏 内蒙古 内蒙古 甘肃 四川 等11个省区的19所乡村学校 建立了信息中心 信息中心的成立 使很多农村孩子 有机会接受信息技术的启动教育 也给教师提供了新的教学工具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从2009年开始 ESS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 夏令营 最先是以普及科学为主席的科普夏令营 现在扩展到音乐夏令营 综合夏令营 读写夏令营 至今ESS一共举办了35个夏令营 每年都有一大批来自大学和研究院的师生 担任夏令营的志愿者导师 我们的捐赠人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 中国就是他们的根 而他们的生活经历 又常常是他们提供援助的动因 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到美国 对本来的社会几乎没有机会 在本来培养我们社会服务 捐款至少是提供一点心意 回馈我们培养我们本来的社会 像我们在美国久了 对中国的感情 我认为是好像越来越强 而不是越来越弱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所以那边中国的那些孩子 对我们来说跟自己孩子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差别 ESS在美国的很多义工都是从捐赠开始 然后参加工作 正是基于对孩子的爱 对热视社群的关怀 以及对教育的热情 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为ESS的业务 他们贡献了无数的晚上和周末 在中国 ESS拥有一大批无名英雄 他们是ESS在各个省市的代理人 他们跟ESS的成员一样 都是义工 他们不辞辛苦 把我们的资助送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学校 跨入了ESS这个项目以后 我们就觉得我们那个 除了关注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以外 自己还有一份就是 对这个基层这个贫困地区有一份责任 我们所收到的每一份捐赠 对于ESS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每一个捐赠人 跟中国的某一个地方 或某一个受益人发生联系 捐赠人会被告知 他们所捐赠的钱用在哪里 是用于购置图书 资助某个孩子 还是用于其他项目 我们捐赠不仅是资助一个孩子 或是学校 或是帮助培训一批教师 我们同时也是改进我们自己 改进我们的社会 还有我们的世界 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将来这个社会是一样的 是一个地球村上的 这绝对是一个互相共享的一个社会 互相帮助 帮助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 你能够给那些需要教育 应该受教育的孩子们提供帮助 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esscare.org 获血信给我们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星辰的家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啊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盲目的世界是否依然 孤独的转个不停 日出欢迎清晨 大地光彩重生 任何够处处的印象 无尘生命的乐章 唱出你你的爱情 选出你双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承诚